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变成thirsty be thirsty for 它都叫急切的要干嘛 饥渴的要干嘛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看整个句子thirst做名词和动词 这是动词和名词形式 叫对什么什么渴望 Canada 加拿大 has historically sent almost all its exports of oil south by pipeline to help quench America's thirst for energy 叫加拿大在历史上干嘛 Sent almost all its exports 几乎把它所有的出口 of oil 把它所有的出口 of oil south 那么 oil south叫南方油田 几乎把它所有的南方油田的这个出口干嘛 通过by pipeline 通过管道 油管 pipeline to help quench 来帮助消灭 America's thirst for energy 来消灭美国人对于能源的渴望 也就是一句话说明白 加拿大的油主要输给谁 输给美国 主要输出给美国 听懂了吧 of oil south 它南方的油的所有的出口 通过管道输送给美国 来消灭美国对于能源的饥渴 表面就这么烦 quench叫消灭 注意一下 quench叫消灭 那么这里面为什么quench叫消灭 因为词根女王queen 看 女王一听到就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对不对 封建时代王灭你的 尤其女人当王之后 女孩子做王之后 不要总是看别女孩子 女孩子狠起来比你男人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queen 你看消灭你 quench 你不要不相信 历史上最早的有五个年轻貌美的女性 头发特别长 每次都是历史上就有过 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 是有的 所以quench 消灭女人 不相信再来一个 英语上有个词叫压榨 来看 squeeze 压榨 你看queen又藏在里面 都是可以弄死你的 压榨 squeeze 记住了 queen quench 消灭 好 这个句子不难 there's four 再来trade with 与什么什么做生意 简单 there is no doubt that 背下来 写作文可以用 毫无疑问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british could do more 英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to improve trad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可以做更多事情来干嘛 来improve trade 来改进和其他国家的贸易 你看这里的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rest of the world 叫做剩余国家 别的国家 所以叫可以做更多事情来 和别的国家改善贸易关系 就是improve trad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好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和别国贸易 叫trade with 好 继续 trival with trival这个词 挺有趣的 它叫玩弄 儿戏 嘲弄 为什么呢 因为是他觉得很不经意的事情 英语当中有个使用词 即叫trivial 琐碎的 心不在焉的 叫trivial 也就是他觉得这个词很小 于是trival with 那就开开玩笑咯 所以叫玩弄儿戏 听懂了吧 先跟我一起记这个词 张嘴 trivial trivial 在这边读 张嘴读 不是让你张嘴 微哥来 好猥琐 trivial什么意思 琐碎的 琐碎的 那么trivial 就叫玩弄儿戏 所以trivial with 叫与某人玩弄儿戏 来看句子 I do not trifle with religious matters 我绝对不会开宗教事件的玩笑 你看我这么反应 你不要反应 我绝对不会玩弄宗教事件 翻得就有点怪怪 叫做 我从不开宗教事件的玩笑 I do not trifle with religious matters and I really want to lead a religious life 我绝对不会去开宗教的玩笑 也就是我很重视宗教 我真心想过一种 仪式感的生活 你看宗教的生活 仪式感的生活 你不要把这里的religious 一定狭隘的理解成宗教 你要信教 我说的是一种仪式感的生活 而宗教往往是都是有仪式感的 它让人有所敬畏 有底线 所以我不说有没有宗教 我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幸福的 所以你看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叫做 刚人波旗 这部电影我的朋友 我一直忙得没有时间去看 那刚人波旗就是西藏的一个朝圣地了 这部电影为什么在国内受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就不要天天他妈的一些脑残片 扎片 只是靠演员去堆砌的 你看中国多少电影呢 把所有的制作费都给演员 最后电影的编剧内容极其苍白 这就不行 你看看西方的权力的游戏 别人拍十年 小朋友从十年前 小朋友演技也很青涩 一直拍到现在长大 别人根本就不启用什么大拍演员 就是一起成长 最后孩子们越拍越坚定 他在刚开始片子里面的犹豫 幼稚 恰恰就是人在那个年龄阶段甘有的 等到拍了十年之后 到现在第七季推出的时候 他们也成长起来了 我们看了也热血沸腾 这叫陪伴 好的电影一定是把所有的钱 砸在制作上 而不是他妈砸在演员上 往私里去砸 除非这个演员 真的是有那么强的功力 所以西方的这种产业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 非常优秀的循环 而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更需要看看 这种类型的电影 去好好的当叠一下自己的心灵 刚任波齐 我找时间肯定会补 所以我这种人很苦逼 想去电影院没时间 天天就是办各种什么 管他是优酷爱奇艺 我什么都是办 最贵的那种会员 为什么 因为我保证 我想看什么 在家里都能看到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装的 整个欧洲体育的一套 可以直接翻出去的APP 我家里看上千个海外台 我看斯诺克比赛 我都是直接看 BBC欧洲体育 一台二台直播 全英文的 好爽 好爽 羡慕吧 来可以私信尾哥 教教你怎么翻 好不说了 那么religious 不要狭隘的把它理解成宗教 它可以叫仪式感 我认为仪式感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除了宗教之外 仪式感还有一个表达叫ritual 这个词考试也经常考 惯例 惯例 ritual 仪式感就是一种做事的一种习惯 一种非常规矩的感觉 ritual 那么ritualization 叫仪式感 仪式感可以让我们对所做的事情 无比重视 同时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底线 当人认识到有一天 自己有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候 这个人也就成长了 ritualization 就好像我刚创业前 这家公司刚成立前七八个月 我特别焦虑 每天都感觉好多事情要做 脾气也特别臭 但现在慢慢我就不焦虑了 不焦虑就有很多事情反而越来越好 ritualization叫惯例 ritualization惯例 或者叫仪式感 就这么去理解 惯例 ritual 仪式 仪式感最确切的翻译 就可以叫ritualization 但这里的 lead a religious life 那就可以叫做过一种有仪式感的生活 有宗教感的生活 好 我们再来看 还是要插嘴一句 这些书中没有的例句 我帮你们补进去的 你们一定要去好好的自己也要不要偷懒 你不要觉得伪格好像没有补例句的 它就不重要 只是因为目前考试这种例句还没有考 但是它确实在大纲里有这个词 我提前讲完 难道你不爽吗 考试不就考这些没考过的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 哪怕不是考试目的来学这门课的 都要好好去听 它的语感各方面提升 肯定是有巨大帮助的 turn out turn out 什么意思 turn out 把一个东西给turn out 所以它叫发生 发现 等等 当然out也有把东西给拿出去的意思 所以还有熄灭的意思 turn out 主要考试 结果是 通常最常考的短语就是 it turns out that 结果是 就翻译成结果是 最终我们看到 就这么翻 好 最终我们发现 就这么翻 最终我们发现 it turns out that 背下来 就把它背成 最终我们发现 不用讲 we see finally that 太重视英语了 以后会用了吗 最终我们发现 就用 it turns out that 结论是 the brain needs exercise 大脑也需要操练 in much the same way our muscles do 和我们的肌肉 所做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和肌肉一样 我们的大脑也需要训练 所以叫 in the same way our muscles do 那么这里的 in much the same way 很多人就转悟过来了 much 只是加深程度 只是加深程度 in much the same way our muscles do 这样和我们肉体 所要做的是一样的 and the right mental workouts 叫这种正确的心理的 mental 心理上的 正确的心理上的 work out 出口 work out 做出来 所以你可以翻得很随意 叫这种正确的 心理上的疏导 心理上的发泄 心理上的出口 干嘛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our basic cognitive criteria 能够非常重大的改进 我们基础的认知判断力 你看 cognitive 来自于词根 cogin 大家最早学这个词 认知 认识 哪个词 来 记得吧 recognize recognize 它叫做认识到 意识到 那么所以 名词认知力 意识 认知力 就可以叫 cognition 所以名词 recognize 认知 它的名词叫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对吧 cognition叫认知力 就这么来的 那么cognitive 叫认知上的 criterion criterion 看出来了吧 来自于词根 批判 评判 我讲过的critical 批判形思维 叫critical thinking 刚讲的 批判动词叫criticize 对不对 criticize 叫批判 评价 所以criterion 就叫做评判标准 叫做评判标准 所以叫做 这种正确的 心理上的 发泄 出口 疏导 work out 叫发泄出去 所以叫心理上得到缓和 也能够极大的改进我们 基本的认知判断 criterion 叫判断标准 判断 认知 那么大家以前被标准 只会一个词 叫standard 没错吧 standard叫标准 那以后可以用criterion 也叫评判标准 所以人只有大脑放松 有出口 心理上有出口了 心理上也要锻炼的 出口好了 没有压力 压力释放 认知能力才会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今年开始我规定我还有我们公司的核心员工 我每个月会拉他们去我们去上海的核心核心地方酒店去住一次 我今天就会做这个事情 就让大家去一天放空在一起休息然后讨论工作 这个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个会非常重要啊就大脑的极度放松好大家注意人只有在大脑放松的时候才会有创造力记住啊好那么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必备词组的第一部分啊我们讲完了 好欢迎各位来到必备词组的其他词组啊那么其他词组不是说他不重要他也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个take efforts这些词组无数次的出现在文章的阅读文章的文本当中take efforts叫努力花费时间努力来我们来看09年啊选择题 it is stated in paragraph one that叫在第一段stated表述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ducation system啊construction叫建设对不对小时候玩游戏红颈construction complete建筑物完成了不好意思暴露年纪了啊construction of a new education system叫一个新的游戏系统的建立干嘛你看B选项take efforts of generations需要数代人的努力你看take efforts of generations 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选项不多说了那么这里几个选项都不难那我们自己的书中也有对应那C选项有一个字叫demand prioritypriority叫优先权那需要政府给予优先权优先发展啊就政府要优先发展它priority好不说了take measurestake measures叫采取措施叫做采取措施啊measure我们看according to paragraph 4 一句文章第四端macraveobject to the IASB's attempt to你看当年好多人这个题目都读不懂他就是不知道这个动词object它是一个不急误动词才是反对这个非常重要打个五角星因为我们都知道object做动词叫反对但反对我们是很容易认为是急误动词用法的各位能理解吧我反对你我反对他我反对这部电影当中的观点 反对something很容易用出来但恰恰这就成为了一个考点object是不急误的必须加to来所以你告诉我今天开始怎么背这个不急误动词你们还会背object反对object反对你会这么背吗你张嘴就要怎么背object toobject toobject to something所以既然to后面跟的是something那请问如果to后面跟动词呢这个动词单语就要加ing了听懂了吧所以叫object to to marrying with her反对你和他结婚object to being married with her反对你和他结婚你看就要加ing所以macree vobject to the IASB's attempt他反对IASB的意图to继续考试考这个to后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意图就这么翻所以选的这个选项就翻译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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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图所以叫macree v反对IASB这个组织关于什么的意图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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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图就这么去翻attemptattemptto也叫意图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了递选项叫take gradually measures in reform叫逐步改革的意图macree v反对IASB这个机构逐步改革的意图为什么叫逐步改革因为有个词叫gradual我们学过副词逐渐低gradually那take gradual measures in reform叫在改革方面要逐步改革的意图 循序渐渐进好就这个意思不多说了其他几个选项你们自己去看比如说这里的keep away from远离evade避开避免你看evadeevade叫逃避逃开为什么我们学过逃开避开avoid自己看evade我就写给你看我不说话你自己看evade avoid原因替换意思不变avoid evade对不对所以叫逃开来自于 与他同伴peers同辈或者竞争对手等等都可以伙伴的压力 evade the pressure from their peers好再来看take one standtake my standyou should take your stand firstthen we talk首先你请摆明立场然后我们再谈就这个意思take one stand叫表明立场this is the end of the story这是整个故事的结尾I think every one of us should learn to take our stand like the boy in the story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故事当中的男孩要有自己的立场你看take our stand要学习这个男孩take our stand就比如说功夫打假的徐晓东他被屏蔽了但这个人就像指出皇帝的新衣的人一样他是第一个说中国功夫造假的他敢说this is his stand但全网删掉了很恐怖啊take our stand叫摆明立场 好好大家只是需要想解的是为什么这里什么都变成假的了你们去好好想想这个我们不能讨论为什么你说怎样才会出现什么东西都变成假的到底根源问题在哪你自己想想思考一下好立场take place 好我们来看这个take place叫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了take place比如of all the changes所有这些改变that have taken placein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所有英语语言的广告 所发生的改变什么改变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ies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你看装逼要学他过去的二十五年the past quarter centuryquarter四分之一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所有发生在英语报刊当中的改变你看of all这些改变怎么了perhaps the most far-riched 有可能最硬意义深远的最硬意义深远的has been the inexorable decline inexorable decline inexorable 来各位exorable什么意思exorable叫做我直接给大家看他的同一词你就知道了exorable从字面感觉ex代表外面able能够 为什么ex代表外面你看我们很早就学会一个词叫抑郁的形容词叫exotic比如抑郁的服装就可以叫exotic costume exotic costume叫抑郁服饰抑郁的服饰exotic costume也可以叫抑郁美女exotic pretty girl就可以这么就说 那么exorable叫能够被外部影响的所以这个词就叫做容易被说服的容易被说服的容易被外界影响的 一改变的叫exorable就能够被外人影响的所以叫能够改变的容易改变容易被说服的 所以在词点上exorable这个词它的同一词是你看我们学过被说服说服说服一个人convince形容词convincible 你看convincible叫做能够被说服的容易被外面影响的convincible 还再来一个我们学过一个字叫说服叫persuade对不对你看然后出现另外一个形容词叫persuadeable persuadeable这个字母you for w这个音标persuadeable叫能够被说服的所以persuadeableconvincibleexorable 都是同一词叫能够被外界影响的容易被外界影响的也就是整个这种姿态就有了一改变的 那反过来inexorable什么意思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inexorable叫不能够改变的 所以这里的inexorable decline就叫做不变的或者叫不能被阻挡的等等这样的意思 那么英文上关于这个inexorable它的对应的同一词它给了一个示例就叫做unstoppable 你自己感觉一下stop停止unstoppable呢不可阻挡 所以你可以翻译成在所有英语报纸当中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发生的改变当中 意义最深远的影响最大的the most far rich and rich叫达到 far rich and叫意义深远的延伸的最远的一个has been是哪个 是the inexorable decline是不可阻挡的下滑不可扭转的下滑 就外部人都不能够影响到的就是它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下滑 就是关于他们的艺术版面聊这个艺术的版面的范围 以及严肃性seriousness下滑了 你看你们现在看报刊杂志还有多少聊艺术的 聊艺术的无非是关于小鲜肉的 真正的艺术那一代人的鉴赏 沉下心来看每一幅画每一针 包括我们为什么现在去艺术馆看到那些以前人画的画 你觉得它的色彩好单纯 它的用色极其简单 我们他妈就用不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的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积淀的机会了 那岁月所赋予它的那种泛黄也好 甚至褪色也好 都是它的魅力所在 这就是时间所能沉淀的 所以到最后你终于明白你再有才华都需要时间检验 这就需要你对待事情 你要有scope 眼光宽度 scope叫范围眼界宽度 seriousness 你要真的把它当事业来认真对待 serious叫我是认真的 I'm serious 对不对 所以艺术版面的严肃性和范围都下滑了 所以那不是艺术 所以你说现在人是不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呢 就是这样 好 整个句子非常深啊 非常有趣 Hard Edo 中文字幕 李宗盛